一辆跑车从静止开始沿着直线 最初十秒内的速度跟时间 这是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 在这时间内 这个跑车的系数何止正确 这跑车以整加速度运动 对不对呢 错的 我们的VT图的加速度是什么 我们VT图的斜率 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加速度 每一点的斜率像在这一点 这一点的斜率是这里 这一点的斜率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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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发现它的斜率越来越小 所以表示什么意思 它的加速度随着时间越来越小 所以它不是等加速度运动 VT图里面 要等加速度运动 要等加速度运动 它的VT图叫什么 是一条斜直线 懂意思吗 结果它这里是不是斜直线 不是的 不是的 所以它不是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A是错的 V加速度越来越小 对了 C跑车最大的速度为160 看图 直接看图 看图为怎么样 它所对到的最大指示不是160 这是120 这是160 所以是多少 140 好 诸选项 跑车的平均加速度为多少 什么叫平均加速度 就是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速度变化多少 速度变化是 末 诸数是0 末数是140 140-0 除以时间 10秒 可是要注意单位 不能直接除以10 不要被骗了 因为你这里是小时的平均 所以你这里10秒 还要把它划成小时 要怎么办 除以3600秒 一组的结果 答案是这样才对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OK